其實大家就是沒機會 有些觀眾朋友是連那個 姻緣的感覺都沒有 聞不到味道 有些是有 但是不知道好不好 對不對 我們這邊問小孟老師 有什麼方法可以快速 求得好姻緣 沒錯 其實很多人 都想要求得好桃花 但是第一個萌生的念頭 就是什麼 要拜月老 但是月老要怎麼拜 其實一年裡面有三個 最重要的時機點 也是契機點 哪三個 哪三個 桃花能量最強的時刻 一年只有三次啊 對 就是拜月老最佳的時刻 第一個時間點就是 榮栗的每月15號 為什麼因為月亮最遠嘛 對不對 所以代表是團圓 那第二個就是七夕 榮栗的7月7號 為什麼 因為流浪跟織女 就會在雀巢上面就是相會 所以那個時候也是 能量最強大的時刻 如果在這個時刻拜的話 是一年裡面是比其他的 時間點還要更強 過了嗎 還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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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要到了 那第三個時間點就是 月老的聖誕月 就是榮栗的8月 那除了這個之外 其實老師也要推薦一個 超靈驗的一個方法 比這個還要更靈驗的 就是加碼的 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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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是 你的金山財神廟 對面 有沒有聽過 金山財神廟 金山財神廟聽過 對面 有一個月老廟 有一個月老廟 因為它有很多很奇特的設計 那我們來看看它有什麼樣的奇特的設計 第一個就是有愛情的油桶 為什麼 因為就是把你的愛 好 調達給我們的上天 然後就可以投到這個油桶裡面 然後去把它燒掉 而且就是你還要寫書文 我們要傳達你在地上的一些念情 比如說像艾亞 你可以寫說 我跟前男友會不會附和 不用嘛 就是把它寫完之後就丟到裡面去 然後我們就要秉天告地 然後或者是你一直為什麼都是單身的原因 為何 那我們可以寫一寫 然後我們傳給月老 這個就是一個金爐 像是E-mail給月老的意思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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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個步驟呢 就是我們可以要進化負磁場 所以我們要走雀橋 幸福雀橋 沒錯 我們要把你的負面磁場 把它給消掉 清掉 好 那第三個呢 我們就是要拿出一塊錢 因為這個它的設計就是 我們要向著這個許願池裡面許願 然後用一塊錢 那許完就把它丟 丟到那許願池裡面 為什麼 因為象徵的一元赴始 萬象更新 就是會趕快找到證源 那拜完之後我們要去哪裡 要到對面的財神廟 為什麼 因為你要找到一個有錢的 是不是 我們不只要感情而已 因為有些來的感情是沒錢 沒工作的 那我們就是要兩個都要 所以只要呢 就是照這個步驟整個做完之後 這個就是我們的戶外桃花派對 那另外呢 其實呢 曉夢老師也會在8月27號 七夕的這個禮拜天 也會在金山萬里的月老廟 舉辦唯一今年大型的桃花派對 然後老師會教你怎麼樣的 中節單身 然後我們要巴結月老 要怎麼巴結才是最強的 然後打造完美的姻緣 要趕快來報名喔 歐巴要報名喔 歐巴謝謝 歐巴這邊今天有兩個要報名 歐巴我們現場都遇到了 歐巴我們現場都遇到了